当然我们会想到就是说用MID MID这个有两个参数需要得到结果 第一个就是说我递几个字 然后总共有几个字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B3这个出称格 然后第一个当然我们用FINE函数 所以文字里面有一个FINE函数 这个FINE函数其实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你假设你要抓的资料 它的位置不是在固定的位置上面的话 那我们都可以用FINE 比如说我寻找一些资料的特征 像是刮壶好了 那刮壶的话当然就FINE FINE TEST是找什么?找前刮壶的位置 因为它的特征一定有前刮壶 所以找前刮壶的位置 然后呢你就打一个前刮壶 那移开它会自动帮你加前后双引号 那我讲过只要是TEST前后一定要双引号 但养成习惯最好是自己加一下 然后去哪边找? Within 在这个A3的储存格 OK 所以呢它找完之后会跟你讲说 你的位置是在第三个字找到了 OK 那第三个参数是什么? 你要从哪个字开始找? 预设的话从开始的地方找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输入第四好了 你会发现就找不到了 因为它从第四个以后找的话 没有这个前刮壶 所以理论上这个STAR NUMBER通常是空白 比较多 从头找 OK 按确定 那如果我知道第三个字之后 我把它加1 那就是从第四个字开始 那要几个字呢? 要5个字 可是5个字要怎么算?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招 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然后一样再插入那个MID函数 MID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 资料给它 然后哪个字开始 刚刚的公式贴上 然后加1就可以了 前刮壶的位置加1 然后呢 把刚刚的公式再贴 把里面的前刮壶改成后刮壶 找一下后刮壶位置 第九个字 减掉呢 前刮壶的位置 诶? 那减完之后 其实还多一个字 为什么? 因为其实理论上 我们是应该减掉 D这个字的位置 应该是4 所以 9减掉4才5 那所以少减壶怎么办? 没关系再减一下 那就会刚好是5个字了 好了之后的话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要的结果了 那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满 当然也可以向上填满 不过呢 会发生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边会出现错误呢? OK 跟各位讲 如果你假设呢 用那个φ函数 主要错应该是 最近使用过的 φ函数呢 如果你给他 跟他讲说 你要找前刮壶 但是你给他 找的 这个储存格里面 并没有任何的前刮壶的时候 那他就会出现错误 也许 意思是说找不到的话 会出现错误 那有找到的话呢 他会返还 到底前刮壶在第几个字 OK 所以呢 我们假如说呢 理论上当然你放的这样 不管 其实也没差 只是说看起来真的不舒服 所以像我的习惯是理论上会把它删掉 那当然如果你一个慢慢删 其实浪费时间 所以呢 当然如果你不用其他函数 简单的方法 当然你可以用什么资料里面的排序 排序Z到A 也可以把它通通放一起 全部删掉 可是这样显然也不是最好的方法 最好是什么 你可以利用Excel里面的函数 可以把它过滤掉 那过滤掉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再放到一个可以过滤错误讯息的一个函数 减下来不包含等号 再插入那个逻辑里面 有一个叫做过滤If 后面加L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那做什么事情 按确定 那理论上 如果你把刚刚的公式再贴回来到Value 他会帮你判断一下 这个里面的结果是不是紧字号开头 那如果是紧字号开头为True的时候呢 你要做什么处理啊 ValueIfL 那我帮我把它清除 清除的话就两个双一号 OK 可能有同学问说 那老师如果假如他Value不是错误的话呢 就是他是一般有找到那个 钱瓜虎的话 那如果是正常他就不影响 OK 所以IfL他会影响的只有里面有紧字号的状况下 他才会影响 如果没有紧字号开头的资料 1.4都没有 OK 所以其实这个有点像是过滤函数 所以你其实将来 任何地方都可以用 OK 把它过滤 只是外面多包一个那个ifl而已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把那个错误讯息过滤掉 然后可以让他保持 相对干净的结果 所以最后做出来的结果 就长得像这样 Find前瓜虎 有没有 加1 然后Find后瓜虎减掉 Find前瓜虎的位置 再减掉1 OK 然后呢 再用Mid IfL 就可以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一样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把刚刚做完的结果 旁边再增加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就是什么 瓜虎中自串 一个的话就是 清除好了 那当然 做法跟刚刚一样 所以你们可以再练习一下 当然最好是彩排 游标放这边 打勾 向下填满 然后再来清除是 游标放这边 Ctrl Shift向下 Delete OK 其实做法好像都一模一样 所以多练习的话 应该以后就熟练了 好我们来试一下 录制聚集 然后这边叫做 这个叫做 瓜虎 自串好了 然后给他一个名称 按确定 那确定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开始了 OK 1.游标放这边 2.打勾 3.快点两下 都一样 停止录制 不过你想说 老师这个录下来的程式跟刚刚蛮像的 那我可不可以拿刚刚的程式直接贴过来改 当然可以啊 如果你有把握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拿刚刚的程式拿来修改 可不可以Run 可以啊 绝对没问题 OK 好那再来的话清除 清除的话一样 所以我们把这边再加一个 叫做清除聚集好了 反正名称这个 看 这个有点弹性的 看确定 好 1.游标放这边 2.Ctrl Shift向下 3.Delete 好这样OK 停止录制 那再来先RunRun看 先刮弧自串聚集 执行 執行OK 然后清除聚集有不OK 也OK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 插入表单控制项里面按钮 按一下 然后点注不要放 向右下角拖拉 放开 这个叫刮弧自串聚集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名称 并且贴到这个按钮上面 给它一个名称 这样OK一个 那另外一个也是一样 点一下 然后把它刮这个地方选起来 然后这个叫清除聚集 然后把名称复制 按确定 并且把名称贴上 刚刚的这个几个字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完成 完成之后 最后再测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OK 按一下 OK 清除 OK 所以等于是说 把刚刚的动作 再重做过一遍 Find Mid Eval 然后就做输出 然后再录制 变成两个按钮 OK 所以这个等于是把前面做的练习 又整个全部集中在一个范例 那最后呢 特别注意 还有一个一点可能要注意 最后存档的时候 比如说除存档案 它会跳出警告 特别注意这个时候 请你务必不要按是 如果按是就悲剧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现在XLSXX是没有办法存聚集的 所以你一定要按否之后把存档类型 改成什么呢 启用聚集的活页簿 顾名思义 意思就是预设的那个档案格式不能够存聚集 意思不能存VBA 所以如果你有聚集有VBA 一定要改成这个格式 那副档名的话是XLSM 这个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 存错档 那真的会有悲剧的 因为之前有同学都存错了 结果所有的程式都消失了 OK 按存档 好 那存完之后的话 你可以把它关掉 再来的话 如果你把它打开的话 把它存档 打开的话呢 可能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呢 我们应该是这个 XLSM 然后把它变大图式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应该是一个 惊叹号 表示说这里面是有 什么呢 有聚集在里面 那如果你执行它的时候呢 打开还要注意一件事 因为有程式 你要允许它能够启用 如果你没有按启用内容 你去执行按钮的时候 会发现这个 它没办法run 你想说 我不是做好了 怎么不能run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没有启用内容 一定要启用 你在run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 第一个存档 一定要存成 启用聚集的活跃簿 第二的话呢 把它关掉之后重开 一定要启用内容 那请各位试试看吧 这个地方 等于是把前面的练习 再复习过 ok 那当然呢 后面 越后面当然 越相对复杂了 所以如果相对 会比较有点 快要跟不上的同学 没有 你就尽量先听一下 然后呢 能够做多少算多少 那之后的话 当然有时间 也许可以再 在自己再复习一遍 我有把影片录下来 你们可以 自己再找个时间 也许再看一下 其实说真的 很多地方 就是一个小小的诀窍 其实 懂了 通了之后 其实也没那么困难 那剩下来就是说呢 熟练度的问题 如果熟练的话 说真的 处理资料 其实又轻松又快速 ok 那当然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 151这个练习题 先试着做做看 ok